本田XRV1.5排量钢内直喷发动机 车辆在正常工作时 仪表中多个故障指示灯同时点亮 431电脑诊断以快速测试 有几个电控单元的故障 都与发动机燃油系统混合器过浓相关 接下来进入发动机的电控数据流 发动机在怠速状态下 进气压力值为29kW正常 空气流量数值1.79稍微偏低 通过这两个数值 我们可以确定电脑检测到的进气量 基本在一个标准的范围 而空蓝笔传感器 特别是后氧传感器的测量值 确实反映了混合器 有偏浓的情况 由于此车为钢内直喷发动机 存在有高压油泵 所以决定重点检查高压汽油供给系统 将车辆熄火 点火钥匙处于欧温状态 观察燃油压力素质的变化 结果经过5分钟的等待 油压一直从4000多千帕 降至250千帕 于是打开发动机机油加注盖 用本人自带的气味识别传感器 发现有浓烈的汽油味 在配油导管上安装好万能的压力测试表 给导管注入15霸的空气压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压力并无下降情况 判定配油器并无泄露 那么极油里的汽油只剩下高压油泵的渗路 更换一只全新的高压油泵 在代速时读取数据流 我们发现 养传感器2的反馈数据已经恢复正常 再次关闭发动机 打开点火开关 经过5分钟 油轨的压力已经上升至1万多千帕 多次验证油轨压力都能正常保持 故障成功排除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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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